我一直在忍 你有本事 你那所有没有文化的人 全部接受你的观点 你知道不知道 你讲得高高在上 人家不听有什么用啊 你以为没起这些人 今天写文章有用啊 不听鼓声 我现在不用 喝多烧鳳的甜点 但是我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这个知名的导师等等等等等等 这个乐家他到底应该是这个什么身份 反正这个最近十几年以来 在中国的这个电视娱乐界 这个乐家呢他是这个很火的 很有名气的 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乐家的这个视频片段 是发生在2015年 当时他在这个中国安徽卫视的一档娱乐节目 是录节目啊 那个节目叫超级演说家 在这个节目的录制过程中 这个乐家呢 他突然就出现了情绪失控 当场发飙的这个情况 大家呢可以再看一遍 这个场景啊 他完全是意外啊 并不是说在当时这个电视节目 他要博眼球 要这个骗流量 故意让乐家这么干的啊 据说是这个乐家这个人 在录节目之前 或者说在这个录节目的时候呢 是喝了不少的白酒 而且呢还是这个高度的白酒 然后呢他呢就有点酒醉 就出现了这个大脑啊 是有点失控 发飙的这个状况 就直接批评 这个中国政府的中宣部 狗哥在今天想的乐家这个事呢 并且呢 这个希望呢 跟大家呢 分享这个场景 是因为中国知名的 这个新闻媒体人 罗昌平 他最近的遭遇啊 罗昌平的事 狗哥在前两天的这影片里呢 已经是讲过 当时罗昌平 他是针对这个电影 长津湖 发了一个微博 然后呢 马上就引发 中国的这些个战狼 粉红们冲上去 去狂咬 当时狗哥就说 这个罗昌平啊 他就危险了 他很有可能被抓起来 这个中国战狼时代的文字域 又要出现一个比较知名的受害者 结果呢 在一天之后 也就是在前天 9月8号 中国海南省的警方就发了消息 说已经是把这个罗昌平 形式拘留了 所以呢 狗哥就想到了这个乐家 在七年之前的那次公开的发表 他当时讲过的那些话 感觉这个乐家 在当时讲的那些话呀 其实呢 他呢 是对像罗昌平这样的 中国的新闻媒体人讲的 是对这个中国所有的 还存在一些新闻理想的人讲的 我一直在忍 你有本事 你让所有没有文化的人 全部接受你的观点 你知道不知道 你讲的高高在上 人家不听有什么用啊 你以为没起这些人 天天 写文章有用啊 中间 一个发音就不停 罗昌平他现在的遭遇 其实呢 就是说明 在中国曾经存在过的 还有这个新闻理想的 媒体人 还有这个中国的这个 新闻行业 已经是完全死了 已经是这个死透了 都是被这个整死的 中国的新闻行业 其实早就死了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成立的前30年 这个呢 就不用说了 在那个时候呢 根本就没有新闻 完全是这个洗脑宣传 这个日人民报 天天放卫星 这个报道粮食亩产 好几十万斤 然后在这个改革开放 这个前30年里边 真正的新闻呢 他在中国呢 是回归了不少 但是呢 从2010年以后 一直到现在 他呢又开始开倒车 最近这10年以来 这个真正的新闻啊 在中国呢 基本上都是这个死绝了 像罗昌平这样呢 在中国是曾经非常优秀的 这个新闻媒体人 他这个新闻的阵地啊 是早就没了啊 现在他在这个私人的社交媒体上 说一句不一样的话 都要被抓起来 那这个呢 就更说明是这个死透了 所以呢 这个乐家说啊 你们赢不了 我早就知道这个结果 这个呢 其实呢 就是一个七年前的这么一个神预言啊 就是面对中国这么一个强大的集权 这个集权 他不仅仅是包括官方的 他的还包括这个中国民间的各种配合官方作恶的这些个力量啊 就像这次疯狂这个去咬罗昌平的那些个战狼粉红啊 这种力量 他真的是这个太强大啊 非常非常的强大 所以呢 中国新闻人 他们的这个努力和抗争 最后呢 是失败了啊 没有赢 赢不了 罗昌平这个人 狗哥呢 是了解一些 罗昌平他是一个这个脑子非常聪明 他的行动也非常谨慎的人 像狗哥这样呢 都知道 以罗昌平他在中国舆论里的这个知名度 他在微博上发那样的有关长津湖的内容 肯定呢 会给他带来这个很大的危险 所以呢 狗哥认为呢 罗昌平他自己啊 对这一点 他不会不知道 在理性的这个状态下 他肯定是知道这个后果呢 也会非常的清醒 所以呢 他在当时 发那样的啊 风险度很高的内容 是不是也是在喝了不少酒之后发的啊 就跟这个乐嘉在当年一样 是不是都是这个酒喝多了 然后这个脑子里是出现断片 这种理性没了 然后就这个酒后吐真言 乐嘉在七年前的那次发飙 没给他带来这个太大的麻烦 因为毕竟当时这个中国还没有进入这个战狼时代啊 这老一辈的这个战狼粉红们还没那么疯 还没那么嚣张 但是现在呢 是完全这个不一样了 这个呢 就是罗昌平啊 他现在倒霉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可能有这个很多的年轻网友不知道 罗昌平他在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台那一年 也就是在2013年 当时这个罗昌平 他是中国舆论里的一个英雄人物 因为他在当时表现出来了很大的勇气 实名举报中国的一个副部长级的官员 叫这个刘铁男啊 是有这个严重腐败的行为 最后导致这个副部长落马被判了无期徒刑 当时这个罗昌平 他呢就是中国舆论里的一个英雄 现在啊 就因为他在他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上 讲了评论朝鲜战争的一句话 就要被抓起来 可能坐牢 这个呢 就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金锡对比 是这个非常非常明显的 最近十年以来 中国社会他加速开道车的这么一个状况 罗昌平他这次被抓 其实呢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讽刺的一个对比啊 就在罗昌平 他被中国警察抓的同一天 今年的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公布 是颁给了两名调查报道的记者 一个是俄罗斯的 另外一个是这个菲律宾的 诺贝尔奖委员会 他就表示 向这两位调查记者颁发和平奖 是为了表彰 他们在捍卫言论自由方面做出的贡献 这个诺奖委员会的主席还说呢 在当今世界 民主和新闻自由 面临着日益恶劣的环境 俄罗斯和菲律宾这两位记者 代表着所有敢于挺身而出 追求这些理想的新闻工作者 自由 独立 和以事实为基础的新闻报道 能够防范滥权 谎言和战争宣传 这个呢 是真正的新闻报道 它的这个伟大的意义 那跟中国的情况比起来 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讽刺的状况 今年诺贝尔和平奖 他颁给了两名调查报道的记者 给了他们这个很高的荣誉 但是就在同一天 中国政府 他是抓了中国最优秀的调查报道记者之一 罗昌平 要让他做大牢 大家说 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关于这个诺贝尔奖 可我在这呢 还要再多说一句啊 就是中国的官媒 还有很多的这个中国战狼粉红 都是这个很贱的 这个中国人拿了这个诺贝尔文学奖 拿了诺贝尔医学奖 中国的官媒 还有这个粉红们 都是这个欢欣鼓舞啊 大张旗鼓的宣传啊 鱼有容焉 但是中国人拿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 这个官媒 还有这些个粉红们 他们就这个咬牙切齿啊 是恨得不得了 大家说 这个是不是很贱 这个是不是就是这个最典型的双标啊 你同样是诺贝尔奖委员会 他颁发的这个奖项 为什么医学奖和文学奖 中国人就喜欢收 愿意收 为什么这个和平奖 就死活不愿意收 这个呢 是不是就是反映出来 这个中国政府 还有粉红们 他们在本质上是不喜欢和平的 他们在本质上 是不是就是这个真的战狼 对不对 在这点上真的是还比不上这个粉红们都看不上的这个俄罗斯老毛子 这次俄罗斯这个调查记者拿到诺贝尔和平奖 人家这个俄罗斯政府啊 是向这个记者是表示祝贺的 俄罗斯政府的发言人说呢 这位记者呀是很勇敢很有才华的 他致力于实现自己的这个理想 俄罗斯政府要向他表示祝贺 大家都知道啊 对这个俄罗斯的新闻行业 对俄罗斯的调查记者们打击最厉害的 其实就是这个俄罗斯政府啊 因为俄罗斯他是一个普京独裁的威权国家 现在俄罗斯政府 他公开注和本国调查记者拿到诺贝尔奖 其实呢 这个呢 就是猫啊 给耗子说两句好话 或者说呢 用中国人更熟悉的一句话讲 这个呢 就叫黄鼠兰给鸡拜个年 其实呢 也是这个贼喊捉贼 但是人家这个老毛子政府 最起码在表面上 他呢 还装一下 他呢 还不敢 或者说呢 他不愿意公开否定新闻自由 这个普世价值 但是呢 在中国这边 在这一点上 是不是也是比不上这个俄爹 中国 他是怎么对待这个拿到诺贝尔和平奖的 这个中国人的 刘晓波是死在这个监狱里了 对不对 达赖喇嘛 按照这个中国政府和粉红们的标准 这个达赖喇嘛 他呢 也是一个中国人 这个达赖喇嘛呢 他是也是拿到过诺贝尔和平奖 结果达赖 他在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大家呢 也肯定都知道 当然了 这个中国最广大的粉红们 还有中国的一些精英们 他们对这一点呢 肯定是不在乎的 他们还是会看不上这个俄爹 他们会说 俄罗斯这个国家多烂啊 中国的这个新闻自由 是比俄罗斯差 这一点呢 可以这个理直气壮的去承认 但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比俄爹好太多 这个不是就能够说明 新闻自由不重要 新闻自由无所谓吗 或者说呢 这个普世价值里的这个新闻自由啊 他不适合中国的情况 所以呢 中国不需要啊 有这种认知的 中国粉红 还有这个精英们啊 其实呢 是再一次证明了 狗哥在以前讲过了 他们的两个这个严重的缺陷 第一个就是目光啊 真的是非常的短浅 他们只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发展的这三四十年 他们看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啊 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 刚才狗哥说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前三十年里 是完全没有这个真正的新闻的 你更别说这个调查性的新闻报道了 结果怎么样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 是不是比俄爹强 还是说呢 是比俄爹全面落后 甚至说呢 有被这个俄爹要灭掉的这个危险 所以呢 这个观察和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定呢 要去评价 它的这个完整的历史 你这样呢 才会这个相对的客观 第二 就是中国的粉红 很多的精英们 他们经常是这种逻辑关系 是完全颠倒的 狗哥在以前讲过 中国改革开放 三十多年 得到的这个成绩 本质上就是集权政府 在很多方面放松控制 集权本身受到很大限制和约束的结果 这当中 也有在这个新闻报道方面啊 改革开放 这几十年 中国的新闻报道这方面是出现过很大的进步 这个呢 也是促使这个中国经济 还有社会 它出现重大进步的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呢 这个战狼粉红们认为是这个中国政府很牛叉 中国政府打击记者和公知 会让中国整体上会变得更好 更牛掰 会继续厉害下去 这个呢 就是非常典型的逻辑关系 是完全颠倒 是完全搞反了 什么是因 什么是果 这个呢 果今天呢 就不再想一讲了 其实这些呢 都是这个非常浅显的道理 还有常识 那跟这方面有关系 这两天呢 中国呢 有一个新闻 就是在星期五啊 也是在罗昌平被抓的那一天 中国政府 他是正式宣布 在中国 非公有制资本 不允许从事新闻 采编 播发业务 其实这个消息 他准确讲 是这个中国政府呢 他呢 要公开征求意见 就是关于在新闻这个行业 中国政府呢 他现在有一些想法 要向中国社会来公开征求意见 那他都有哪些想法 第一个就是 非公有资本 在中国不得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 第二个想法 是这个非公有资本 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 下边呢 还有六个 非公有资本 不得经营新闻机构的版面 频道 栏目 公众账号 非公有资本 不得从事涉及政治 经济 军事 外交 重大社会 文化 科技 卫生 教育 体育 以及其他关系 政治方向 舆论导向 和价值取向等活动事件的直播业务 非公有资本 不得引进境外主体发布的新闻 非公有资本 不得举办新闻舆论领域论坛峰会和评讲评选活动 总而言之呢 就是一句话 就是在中国 只要是非官方的力量 就不能去碰新闻这个行业 而且呢 这个中国政府呢 他说这个呢 是征求意见 但是呢 大家是不是都知道 中国人民啊 其实是没意见的 因为他们的意见呢 总是会被党和政府提前代表 对不对 这个呢 就是为什么说这个人民日报 它的本质是日人民报 因为人民总是被代表 人民呢 总是没意见 党和政府说什么都是对的 都是英明的 人民呢 只允许这个鼓掌叫好 唱赞歌 或者说呢 是被感动 这个呢 是中国政府 他在星期五发了一个消息 他的本质就是正式明确 在中国啊 只要是非官方的力量 就绝对不能去碰新闻这个行业 这两天 有这个网友扒出来 在11年前的一个消息 大家来看啊 这个标题 新36条鼓励非公资本 有序进入新闻出版行业 这个呢 是在2010年 他报道了一个消息 当时是这个中国国务院 出台了一个文件 叫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 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其中在这个文件里就提出来 鼓励中国的民营资本 也就是这个非公资本 进入新闻出版行业 新闻出版行业 然后呢 就有网友说呢 这个呢 他也是精细对比 也是这个中国这十年来 加速开倒车的一个证据 其实在十年前那个时候 中国政府 他在那个文件里呢 也没有明确讲 这个中国的民营资本 可以进入新闻采编的行业 他当时重点是鼓励 这个民营资本 就是非公资本进入 像出版 印刷 演出 会展 这些行业 这个呢 他跟新闻采编啊 还不一样 不是一个领域 在那个时候 中国政府呢 他还是要控制新闻这一块的 但是在那个时候呢 中国政府他同时也没有明确讲 这个非公资本 非官方资本 他就绝对不可以进入 新闻采编这个行业 所以呢 在那个时候啊 这个领域的改革 他呢 还是可能有的 就是即便对于这个中共的统治来说 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新闻的领域 改革也是可能有的 因为既然中国政府 他没有明确的反对 那这个呢 就可以去进行尝试 对不对 民营资本呢 他就可以试一下来进入这个新闻采编行业 这个呢 其实就是中国他真正的改革开放的精神 就是要找到一些政府的力量 没有明确禁止的地方来进行尝试 看能不能有这个进展和突破 这个呢 其实就是真正的中国改革开放的精神 但是现在中国政府呢 他是明确表示啊 要禁止一切非公资本 非官方力量进入新闻采编行业 这个呢 就是彻底堵死了 在新闻这一块进行改革的路子 这个呢 也是狗狗一直讲的 就是在中国进入战狼时代以后啊 改革开放 实际上他已经是结束了 已经是死了 基本上在各方面呢 是都被堵死了 这个呢 也是一个证据啊 今天影片的最后 狗哥呢 要提醒中国的网友们一句啊 就是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做自媒体 特别是跟这个新闻沾边的自媒体的网友们 大家呢 最好啊 从现在就要考虑转行 要认真考虑一下 以后这个行业不能干了啊 被这个中国政府禁了 那以后还能去干什么来养家糊口啊 因为在以后发生这个状况的可能性呢 是比较大的啊 好了 今天就聊这么多啊 非常非常感谢 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